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侨华人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 形成了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局面 华侨华人毕露蓝绿 便手之足 在异国他乡扎根生存 与驻在国人民和睦相处 融合共生 在海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始终星系祖籍国 为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 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为满足生存发展的需要 海外侨胞建立起众多的社团组织 这些海外侨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成为传统海外华侨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 这块写着通中外乐成团体的迎联牌匾 来自秘鲁中华通汇总局 19世纪中叶 第一批华侨来到秘鲁 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为了团结当地华侨 维护他们的权益 清政府驻秘鲁公使郑早如 于1886年发起成立通汇总局 成为秘鲁华侨的全国性总机构 通中外乐成团体 汇工商义众和群 代表了该社团的宗旨与目标 乔博收藏了一份现存 极其稀有的古巴鸿门入会36试词 这份试词的材质为白棉布 通篇为繁体砍书 共1790字 36试词规定了 鸿门组织的活动原则 和成员的基本权利义务 类似于家法或帮规 是鸿门组织的重要文献 海外鸿门原为 华侨社会中的秘密会社 进入近代后 在先进思想的影响下 他和其他华侨团体一道 积极投身推翻地质的革命事业 在中国近代史上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留下了属于华侨的佳话篇章 岁月诗语 唯物能言 这是一枚木制印章 印面上 镌刻着 新州机器行 即全新机工 仇振祖国难民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 是南洋华侨 仇振祖国难民总会的 分支机构之一 在艰苦的战争中 海外华侨 爆发出极大的爱国热忱 他们团结一致 纷纷建立起救国团体 其中最有名的 当属陈家庚先生领导的 南洋华侨仇振祖国难民总会 他们不仅积极筹措经费物资 还组织动员了 三千二百多名华侨青年 组成南洋华侨机工 回国服务团 不远万里支援祖国 这枚印章 虽然历经八十多年的岁月流转 显得有些斑驳老旧 但印面上 镌刻的字样依然清晰可见 犹如一位长者 向世人唯唯述述说着 南洋华侨清尽全力 支援祖国的光辉历史 和突出贡献 回顾过去 是为了更好面向未来 今天 海外侨团日益成为凝聚侨星 汇集侨制 发挥侨历 一直不可替代的力量 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海外重要的传承载体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将继续深入研究 展示 传播华侨的历史与文化 更好发挥华侨文物 以史建经 传史遇人的作用 我是宁医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欢迎您的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